回来了两支Dita的畅销款 一支是Dita的131 一支是122 它们其实都有很多颜色 今天我回来的这两支呢 刚好都是透明款 它这个透明款的话 就颜色比较纯粹 包括它用到的这下面 这个拉丝线也是白色的 Dita的这个拉丝线 其实颜色很多 很多人会追求那个颜色 我要选一个 比较亮丽的颜色 但是这一支呢 刚好它是白框加白线 这么一个配色 好 然后我来上脸 给大家看一下 它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鼻拖啊 真的做得特别高 对于亚洲人来说特别友好 在这个位置 你看也是一个弧形上来的 然后呢 稳稳地抱住我们的头 我觉得这支眼镜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都是友好的 包括它的质感 包括它的做工 还有就是它这个镜荒 也比较小 你的度数比较高的时候 也可以配 但是它唯一对我们 不友好的就是价格 价格其实是官价 当然找我们有折扣 但是反正我觉得 Dita的价格确实是有点高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支 422 如刚才我所说哈 你看这一支眼镜 它虽然同样也是透明金框 它们的这个板材是一样的 但是看这个微微的有点泛橘色 这是因为它下面的这个拉丝线 这是Dita专门找那个 Shimalo 做自行车上面的配件 还有就是做吊具 这个就是找他们专门定制的 这个线 就是成橘色 所以这支眼镜呢 你从外面看上去 有一点微微的泛橘色 特别在下圈边缘这个位置 好 这支眼镜呢 也给大家上脸试戴一下 这支眼镜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 环抱性的话就没有Dita 131好 当然我们可以帮你调整 如Dita 131那一支 如这一支这种环抱性一样的好 我们可以给您调整好 只是说它这个官方出厂的时候是这样子 OK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帮您进行调整的 最后这一支对我们就更不友好了 它的价格是8500 真的贵 风浪越大 鱼越贵 我都觉得有点贵 但是找我们 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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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两支眼镜的上脸 真是容苏嘉宜 买高的眼镜找容苏 品牌齐全 见过多 拜拜